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期杂志天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也在手机江西台同步播出 节目开始来说一说 声誉歧视 节目有国内某民营企业 有女性员工啊爆料 自从她休完产假回来上班 这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呢 就一直找她谈话 以什么工作状态不好为理由 不断呢给她施加压力 此外呢 公司领导还故意啊 把她给边缘化 不给她安排具体的工作 就这么明理啊案理啊 逼着你主动离职 那同样遭受到声誉歧视的呢 还有河北某高校的一些女性老师 因为他们没有提前向学校报备 私自怀了孕 最近啊 就受到了一个处罚公告 不光在全校通报批评 还要扣发六个月的绩效工资 并取消两年的平优评线和平职称 这么两件事就引发人们的热议 说起来哈 自从二孩政策放开以来啊 从国家到地方都推出过不少优惠政策 来鼓励声誉 比如延长产假 哺乳期 灵活工作时间等等 可这些个利好政策 到了某些用人单位的眼里啊 反导成了限制育龄女性的原因 觉得呢 这样就增加了他们公司的用工成本 就想方设法 赚法律控制来对员工啊下手 你比如啊 法律有规定 用人单位不得辞退 哺乳期员工 一些企业呢 他就动软刀子 用各种手段 逼迫你们啊 主动离职 还有些用人单位 则像河北这个高校一样啊 给员工强加一些个罪名 让他们的权益啊 受损 对此呢 有法律专家提醒啊 面对职场的声誉歧视 咱女性员工呢 可以到相关部门投诉举报 与此同时 劳动监察部门 应该积极揭露 对涉事单位进行惩处 要保护女性员工的合法权益 要我说 可别让声誉 成为女性职场生涯的杀气 好 接下来是南都周刊 我们来说一个毕业论文的话题 最近一篇硕士论文 在网上引发关注 都登上了勒搜榜 这论文题目啊 有点特别 叫关于P的社会学研究 这论文啊 其实都有些年头了 是2007年的 是在专门的学术网站上能搜到 有人就说了 硕士论文研究这个 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 甚至有一点点这个低级趣味 登不了大雅之堂 也有人说 只要研究做得好 态度端正 方法科学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对未知领域的大胆探索 总比那些造假的论文 那些假大空的论文 要好得多 我们细看这一篇论文 就发现啊 里边引经据点 文献分析 对于人类排放废弃的行为 进行了社会学的分析 探讨了权力运行 文明规训等等内容 可以说是很学术 很硬核 最终啊 这作者不仅凭借这个论文 通过了硕士答辩 还被评为优秀 在咱这个印象当中 论文应该是很严谨的 不过这些年呢 有一些论文的标题内容 它就不走寻常路 甚至被称为是奇葩论文 这当中呢 有的是真的奇葩 比如有这么一篇论文 叫中国传统文化 对蟋蟀身体 与战斗力关系的认知 其中啊 提出一些个观点 说这个蟋蟀附载的中华文明 中华文化 还把蟋蟀称为民族昆虫 这就引发了很多质疑 有人说这个论文呢 太牵强附会了 还有些论文呢 看标题不像是正经的学术论文 但细看内容就发现 果然有料 你比如有这么一篇论文 手擀面加工过程中的 非线性力学及热力学原理 手擀面太普通了 但是背后其实有很多的学问 这论文呢 就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 擀面为何要从周围擀起 为何要卷着擀 擀面翘边 究竟是什么原因 煮面的时候 为什么要加凉水等等 这个学术的分量很足 要我说 学术论文研究对象 可以接地起 论文标题也可以 见走偏锋 但研究方法 研究结果 可千万不能走偏了 好 接下来是看天下 文章标题 声音社交APP的罪与罚 前面就国家网信办 会同有关部门 针对网络音频乱象 启动了一个专项整治行动 对二十多款违法违规的 声音社交平台 分别采取了约谈下架官厅 等等阶梯处罚 最近这两年 声音社交那是越来越火 各路资本也争相进场 来瓜分这个蛋糕 一些平台啊 为了博取用户流量 就尽快实现它的商业变现 甚至呢 就不惜玩起了法律插边球 网信办调查就显示 有的音频直播平台 任由主播在那散布色情信息 靠非常规的手段来吸引用户 还有的声音社交应用呢 则是以私密社交为卖点 引用用户啊 从事一些违法交易 另外 在一些有声读物的平台上 还从事不少怪力乱神的内容 在那传播封建迷信 种种乱象 不仅破坏了咱这个网络生态 还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造成了恶劣影响 这一回国家网信办亮剑 无疑给火热的声音社交市场 来了一季当头棒喝 不过呢 有业内人士说了啊 监管的重锤落下 对这个行业来说 是重机 也是机遇啊 它为声音社交的健康发展 带来了更多的可能 声音社交 作为网络社交的新的形式 依然是大有可为 但如何平衡内容和尺度 以及如何走出监管困境 抵御市场风险 那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平台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要我说 声音社交APP 就希望啊 在罪与罚之后 能还社交一片 纯与白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来看最新一期的看天下 文章标题 把一座城市变成网红 现在啊 去这个网红城市打卡 都成了出游的新趋势 比如历史文化名城 苏州 做梦都没想到 他会因为一个苏大强 就成了网红城市 在最火的时候啊 说每天都有这个数千人 聚集在这个剧中取景的小巷子 敲门 说苏大强 我们来苏州了 你在吗 根据统计啊 某短视频平台上 城市形象视频的播放量 那是非常的惊人 这排名第一的是重庆 视频播放量都超过了百亿次 把一座城市打造成网红 已经成了城市营销的一个新的策略 某一款小吃啊 某一个景点啊 甚至某一个餐馆啊 那都是流量大招 都有可能带火一座城 不过呢 在爆红之后 咱们这个城市啊 也面临着成名之后的代价 你比如 远超复合的客流 那景点 人挨人 人挤人 想发一张打卡照片吧 手机都没信号了 很多地方啊 从接待能力 到达的城市安全管理 都已经突破了一个极限 有不少景点 其实呢 都在堵这个运气 堵运气好 就能侥幸不出什么事 但万一运气不好 后果那就很严重了 另外 这网红城市呢 还有另外一个风险 那就是容易过气 正所谓 种草容易 常情很难啊 流量风潮 跟风打卡 那都是有一个周期的 等这个热度一过 曾经的网红 可能就慢慢无人知了 所以啊 成为网红之后 接下来该怎么办 是很多城市的 共同困惑 有人就说 城市最大的名片 还应该是它的文化 无论是千年古都西安 天府知国成都 还是巴鱼之地重庆 如果只用网红 这个词来概括 那反倒不合适了 要我说 一座城市的形象打造 有形象 还得要有文化内涵 红起来 还得要思考 怎么红下去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图片 伦敦气温飙升 街头出现冰冻出租车 车的内部呢 雪白的装饰 从视觉上 就给你凉爽的感觉 除此之外 这车厢内啊 还配备了最先进的空调系统 以及一个装满雪糕的冰柜 让你在炎热的夏天 一秒入冬 冰冻出租车 这就是带着轮子的冷尝试啊 同样迎来高温的 还有咱山西太原户外露天的商户 纷纷搭建遮阳棚 来躲避烈日的制考 这是当地 你古玩市场 从空中俯瞰的密密麻麻 遮阳棚组合在一起 那也是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美国一个海滩 向海报集体出动 晒日光雨 只见他们紧紧挨在一块 这躺满了整片海滩 那神情仿佛在说 这片海滩被我们承包 好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现在这个脱发问题啊 成了很多人突如其来的困难 一些商家呢 也就看到了商机 现在做直发的机构是越来越多 那商场里地铁旁 甚至小区内 哪哪都有啊 这直发手术啊 其实属于整形外科手术 那必须 得是正规医疗机构的职业医师 才可以操作 但现在一些商家 你将做美容的 做保健的 开美发店的 也都来做这个直发手术 有记者调查啊 就发现 庞大的直发市场背后 那是各种 培训机构的 非法绝经 比如一家培训机构 为了招这个学员 就推出了什么 直发三天速成班啊 说只需要三天 是包交包会 三天的学费 将近七千 那培训什么内容呢 先是现场观摩 然后在硅胶上 模拟直发 那随后呢 就让你去实际操作 有的学员呢 这练了还不到两小时 就被安排去给 真正的客户啊 直发了 三天学完 还不颁发任何证书 人家培训机构就说了 证书啊 网上花几十块钱 就能买到 有专家说了 学这个直发呀 需要从麻醉学 解剖学 等基本的学科开始 没有个五六年 不可能遭到手术 人的毛囊 它属于不可再生的 如果对头部神经啊 血管不了解 就很容易造成毛囊 永久损伤 更严重的是 如果麻药啊 消毒啊 不过关 都有可能 给患者带来生命危险 目前 这个什么三天速成的 培训机构 已经被相关部门 立案调查 培训机构鱼龙混杂 一些治疗机构 那也是真真假假 那近些年 一些民营医院呢 调转方向 纷纷杀戮到脱发治疗市场 比如有一家医院 之前呢 是一家治疗精神疾病的医院 人摇身一变 就变成了毛发治疗的专科医院 他们还在搜索平台上 挽起了竞价排名 就诱导网友啊 到他们线下医院去就证 执发行业乱象重生 要我说 行业规范和严格的监管 那才是执发的头等大事 好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我们来认识大连的一位老人 他呢 叫刘征胜 今年76 最近啊老人家乘坐地铁的一张照片火了 只见呢 他站在车厢里 腰上挂了一个LED的小牌 这牌子上滚动几个大字 特别醒目 务须让座 老人就说了 以前坐地铁呀 经常有人给他让座 他就觉得呢 年轻人也不容易 咱这个身体还行 站着没问题 为了避免再被让座 他就从网上买了这么一块牌子 一时间 人们是纷纷点赞 称他为硬核大业 有人说了 老人设身处地 替别人着想 不愿增加他人的负担 这份体谅啊 理解啊 真是让人感动 诶 无度又 前不久 环珠格格容默默的扮演者 83岁的著名演员 李明奇老师 他在北京公交车上 将给他让座的小朋友啊 摁在座位上 这一幕呢 也是感动了不少人 老年人 体谅年轻人 这种体谅 很快就得到了善意的回报 很多网友纷纷留言 说更愿意 为这样的老人来让座 你像前面说到刘大爷 身上挂了一个 务须让座的牌子 还是经常 有年轻人主动为他让座 这体现出来的呢 其实就是两代人之间 互相理解的良性互动 要我说 多一些换位思考 就让 还是不让 才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好 接下来是南方人物周刊 我们来介绍瑞茨 冷宫网友 这个在古装剧里啊 经常会有这样的桥段 某一个妃子 因为犯了错 不再受宠了 就被皇帝呢 打入冷宫 此生不复相见 其实啊 在很多人的网络好友列表里 也有这么一个冷宫啊 里边关着的呢 是一些曾经受过宠的网友 这些冷宫网友啊 曾经和咱是乌话不谈 但就因为某一天 某一个话题 两个人在某一件事上 产生了分歧 慢慢的呢 就不再聊了 也不再点赞和互动了 可考虑到曾经有过愉快的时光 下不了狠心删除 就选择什么呢 打路冷宫 静静相守 要我说呀 冷宫网友 套用那句话 那就叫 网络一线前 珍惜这段语言呢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 南都周刊文章标题 智商情商过时了 睡商玩商猫商 了解一下 咱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啊 面对那些个高智商高情商的呀 总觉得被他碾压了 好像成功 这属于他们的 咱真是什么都没有啊 这个杂志呢 就另辟蹊径 告诉你 其实人生还有很多伤 修炼好这些伤 同样可以收获幸福 比如吃伤 对吃货来说 这个吃伤啊 就是能在普通的食物当中 获得小确幸 比如吃西瓜 你要知道 中间那一口是最庆人心癖的啊 吃烤红薯 不要直接掰开 而是轻轻地把皮撕开 最外边那层是 焦甜感最棒的 还有啊 泡面的 最后一口汤 另外 吃完薯片的手指头 不能放过呀 我们或许无法做到像汪征奇那样 吃一颗鸭蛋 能吃出风土史料和文学 但至少 咱能把普通食物 吃出幸福感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这个猫声啊 前不久有研究发现 每一只猫咪啊 都有一套独创的和主人交流的语言 换句话说 每只猫 它喵喵叫的含义都不同 所以呢 不要相信市面上都说的猫语翻译器 作为贴心传使官 才要努力提高自己的猫声 那才叫正舍 毕竟嘛 读懂了猫主子的心思 那就能收获更多的快乐 除了这个 还要说一个睡伤啊 在全民缺觉的时代 你能睡一个多快好省的觉 你就比别人啊 幸福多了 此外呢 还有一个叫玩伤 就是懂得一个人的时候 怎么玩不无聊 两个人的时候 怎么玩 知道有快乐啊 一大帮人的时候 还知道怎么玩最尽兴 会玩呢 这生活才更美好 其实你看 说了这么多的伤 就是想说一句 生活当中 从来不缺少美 而缺少发现美的用心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多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 多咱明天中午 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言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